很多年輕婦女會覺得子宮頸癌和自己無關 本港女性接種子宮頸癌疫苗的數字一向偏低 主要是擔心有副作用 為了鼓勵女性及早接種疫苗 中大醫學院和沙田區五間中小學合作 推行子宮頸癌疫苗試行接種計劃 計劃包括派醫生到學校為女生打針 疫苗原本要分階段打三針 每針大約1000元 但在計劃之下 第一針是免費的 除了省錢之外 方便亦是原因之一 接種時間在學校上課時間 中大派醫生和學生接種 方便不用家長帶小朋友去某個地方接種 我女兒主動帶這個信息給我 因為要我跟她說 第一是比較尷尬 第二是不知怎樣去解釋 因為我不是專業人士 而中大和學校方面推廣 所以學校已經解釋得清楚 給她聽 而且她的同學又去接種疫苗 接種疫苗 中大指 以往因為家長對疫苗認知不足 接種率偏低 及早在學校推廣有一定好處 這個疫苗最好就是在開始有性生活之前接種 因為這個病毒是經過性接觸傳播 如果想得到完全的保護 最好就是在性生活開始之前的年齡 就接種疫苗 已經到了30歲 是否不可以接種 但就不是說不可以接種 只不過保護就是打完疫苗之後才開始 即是說如果有得選 就十多歲開始接種 但如果過了十多歲這個階段 仍然可以接種 她們今次訪問了460多名參加了計劃學校的家長和學生 發現試行之後 有接種子宮頸癌疫苗女生 由原本的5%增加到兩成人參與 中大期望將計劃擴展至全港 四十至五十間中小學 四五千名女生參與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鄭麗儀報導